格兰高地是以色列非法侵占叙利亚和约旦的 以这条公路为解 公路左侧是以色列非法占领的格兰高地 公路右侧是约旦叙利亚的领土 以色列这个旅长指着我们看 说你们看见底下这个村庄了没有 这个村庄叫阿卜多拉村 有条铁桥叫阿卜多拉桥 就是村庄 他说这个村庄原来是约旦的 现在也是我们的 以色列这个旅长讲 这个村庄有温泉 阿拉伯人洗不去 我们也想洗不去 比起叙利亚和约旦 巴勒斯坦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更为严重 十几年来 巴勒斯坦人民一直被压缩在狭长的袈裟地区 过着犹如漠视废土般的生活 这场噩梦的开端 可以一直追溯到二战末期 在小胡子的迫害下 大量犹太人逃出德国 抵达中东 他们在中东扎根 发展壮大后 同当地居民爆发了激烈冲突 1947年 联合国出面调停 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希望恢复中东和平 然而到了1967年 以色列悍然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 犹太人向阿拉伯国打拒入侵 他们侵占着阿拉伯人的土地 许多阿拉伯人离开故土 向周边国家发起逃亡 最终整个巴勒斯坦 只有加沙还是阿拉伯人的土地 以色列多次向加沙进攻 然而计划屡屡受阻 从这一时开始 以色列在加沙周边修筑起高所的格林墙 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割开来 同时 以色列加大对阿拉伯人的排挤力度 使得阿拉伯人在加沙的土地不断缩小 到了2005年 300万阿拉伯人能力足的区域 只有363平方公里 这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法塔赫当局达成协定 撤出进入加沙的以色列军队 但在协议中 以色列人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们声称答应归还的指示陆地 海域和领空的军队不在彻底范围内 自此加沙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监狱 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2008年 巴勒斯坦内部爆发矛盾 激进派代表哈马斯向法塔赫政府发起进攻 法塔赫战败溃逃 在哈马斯的带领下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民族仇恨越发高涨 以色列当局下定决心 要彻底荡庭加沙敌区 以色列政府派出军队 在加沙周围修筑了数十公里的水泥堡垒 并设置大量港哨 严格限制物资进入巴勒斯坦 这些物资不仅包括食物和药品 也包括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援助 为了维持生存 巴勒斯坦人希望引入外界农业技术提高产能 以色列文生便限制加沙用水 无限拔高水费 为了让加沙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彻底灭亡 以色列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样的环境下 巴勒斯坦人决定开挖地道 通过各种交叉的地道 一些巴勒斯坦人开始从埃及代购物资 地道一度成为巴勒斯坦政府武器和材料运输的生命线 这些地道甚至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巴勒斯坦失业率 让大量巴勒斯坦青年无暇加入哈马斯武装组织 然而在以色列政府看来 这些地道无一例外是邪恶的 他们动用大量战斗机和无人机 甚至出动数百万美元的钻地导弹对地道进行摧毁 由于地道的特性 以色列摧毁一条地道 往往会连带炸毁其上的所有房屋 无数百姓在轰炸中失去了生命 以色列的宣传中 以防轰炸巴勒斯坦平民前 首先会贴心打电话通知撤离 但事实并非他们描述的这般文明 2006年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联合国观察战 四名国际观察员在这场空袭中丧生 这场对国际组织的空袭没有任何通知 在牺牲的四名观察员中还有一名中国中校杜赵羽 此前 以色列为抢夺黎巴嫩南部的各种资源 借口士兵遇袭 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真主党僵持不下 双方损失比例接近一比一 严面尽失的以色列国防军将屠刀对准了黎巴嫩平民 大约900人在这场屠杀中丧生 为了防止丑闻败露 他们将联合国观察哨标记为轰炸目标 7月26日凌晨 以色列重炮和轰炸机协同向观察哨进行投弹 轰炸结束后 由于杜赵羽生前记录下了以色列军队屠杀平民的证据 以方竟将其遗体抢走 拒不归还 同时以色列军队谎称 这场袭击是黎巴嫩所为 面对这一情况 联合国方面委派哨所附近的印度维和部队 冒死将杜赵羽的遗体夺回归还我方 以色列时候没有任何道歉 甚至不承认这是他们造成的伤亡 对待联合国观察哨尚且不宣而战 对待巴勒斯坦平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将巴勒斯坦民种捐在加沙地带后 封堵了巴勒斯坦人几乎所有对外交流的通道 乐观的巴勒斯坦人修筑大量地道 满足加沙的基础需求后 也运用地道 组建起加沙唯一一家动物园 和尤尼斯动物园 大量动物被偷渡进加沙 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动物园鼎盛时期 甚至拥有超一百只动物 然而在以色列的军事轰炸下 大量地道被摧毁 动物园也成为一片焦土 在2016年 整个动物园只剩下15只动物 此时的以色列突然十分大方 允许外界保护组织将这15只动物运走 然而战火中的巴勒斯坦人 依旧被禁止离开 对驾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也被以色列禁述封锁 在以色列的宣传中 哈马斯被指责为战争的罪魁祸首 他们认为 正是由于哈马斯的反忧教义 让巴勒斯坦从小仇恨以色列 才导致了沙家落到如此地步 然而早在哈马斯上位前 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便已无穷无尽 被轰炸后的夹杀一片狼藉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极致 当年的阿拉伯人怎么也没想到 好心接纳外来的犹太人 换来的是乌下线的战争 剥削和掠夺 夹杀300万人被困在3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海陆空全面封锁 并且面临着肆无忌惮的军事轰炸 近乎居住在一个放大的集中营里 小胡子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被他种族灭绝的对象 竟成为了种族灭绝方针的继承人 几千年来 犹太人最拿手的便是放高利贷 二战之前靠着放高利贷的利润 犹太人很快成为最富裕的一批人 当时德国连年征战 经济入国付出 没钱了就找犹太人借贷 借了钱便用德国人的税收权来抵押 一来而去 犹太人几乎成了德国的实际控制者 他们对德国百姓横征暴廉 最后百姓积怨已久 选出了一个十分反犹的人作为领袖 二战爆发后 逃出德国的犹太人摇身一变成为受害者 他们流向世界各地 寻找新的宿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一批犹太人抵达巴勒斯坦并在此定居 另一批犹太人抵达美国 掌控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全球一千四百万左右的犹太人 其中六百三十万在以色列 五百七十居住在美国 这样的环境下 美国成为以色列最为坚实的盟友 历史上美国曾经为了以色列 在联合国动用超四十次一票否决权 而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至今 一直对巴勒斯坦进行不断压榨 其合则而鱼的方式虽然会带来巨大利益 但所产生的隐患也不容忽视 无法学会和平共处 长久发展 犹太人所谓的建国梦更像是昙花一现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作为传承五千年的文明 能经久不衰 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 格兰高地参观尽头 尽头有两个山峰 不是格兰高地的 你去那个旅长跟我讲 那两个高地我们也拿过 我不知道怎么拿过来 说我们大量移民从欧洲来 他们冬天要滑雪 以色列冬天没有雪 那两个山峰有雪 所以也拿过 以色列的利益 以色列的国家 阿拉伯的利益 约旦的利益 叙利亚的利益 阿弗多拉村村民的利益 他们除了人体炸弹 他们有什么别的 他们有CNN吗 有CBS BBC 他们有推特吗 他们有CFB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有人 然后 全世界恐怖分子